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3月1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旺文微博 我是Terry 拜登政府将延续川普政策更进一步限制 供应商向华为供货的消息 再一次戳痛了北京当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急得痛批 美国是不可靠且无可信度的国家 据路透社彭博社报道 拜登政府出手对华为实施更严格制裁 本周已经修正企业供货华为的出口许可证条件 扩大限制企业公益华为5G装置用的品项 而且这项新规已生效 消息人士说 公益商基于先前许可证条件与华为签署的合约 可能因此中断 对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此举将再度伤害双方关系 赵立坚宣称 事实一再表明 美国是一个不可靠 没有可信度的国家 这种做法将严重干扰两国 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破坏 据报道 美商务部发出的两份本周生效的修订后许可证显示 许可证部的授权用于军事5G关键基础设施 企业数据中心云或空间应用 同时 许可证还要求 在出口前 华为或客户必须实施零部件控制计划 并根据要求向美国政府提供库存记录 分析指出 拜登正在兑现对中共强硬的承诺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共安全部和国土安全局 12日将包括华为在内的5家中国公司 纳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名单 今年两会期间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见香港代表时曾称 香港住房问题期待解决 还表示即使难度大 但总要开个头 外界认为 北京就此预告将向香港地产商开刀 韩正言犹在尔 香港那边已有行动 12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布消息指 一个元朗丁屋发展项目涉及贪污诈骗 先后已拘捕24人 包括村屋大王王光荣及其次子王德信 有分险是指 不排除王光荣等人已成为韩正表态 解决房屋问题后被忌其的牺牲品 香港的地产霸权已经由来已久 据法广报道 香港已经连续第11次稳坐全球楼价 严重难以负担的榜首 楼下的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0.7倍 敌人特首都言之凿凿的表示 要解决住房问题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大力改造香港 令香港一时民怨冲天 目前改造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下一步的政治任务是改善北京形象 不排除当局将整治一批人 以安抚民怨 今次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乡身 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的官员12日表示 拜登1.9万亿美元疫情救助计划的第一批补贴 将在本周末直接存入美国人的银行账户 路透社报道 这些官员表示 第一批1400美元次级补助的发放 已经在12日处理 未来数周还将通过直接存款 以及邮寄支票或借记卡的方式 发放更多批次的补助 官员们表示这意味着一个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四口之家 将收到5600美元的补助 不同于前两次补贴 仅汇及17岁以下儿童 这一次所有符合要求的受赡养人都有资格领取补助 包括大学生 残障人士 父母以及祖父母 他们强调 纳税人领取补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发放将依据2019年或2020年纳税人申报人的税单 或非申报人提供给国税局的数据 将近1.6亿美国家庭将获得总共约4000亿美元的直接补助 美总统拜登前日签署1.9兆美元书困法案前誓言 力拼7月4日国庆日恢复正常生活 经济有望在今年飞跃成长 华尔街分析师乐观看待美国经济复苏 GDP成长有望超过6% 数十年来首次超越中国 CNN报道 美国疫苗接种进度快速 学者认为经济成长会比几个月前的预测更为乐观 高盛喊出今年GDP成长6.9% 摩根史丹利更预测成长达7.3% 比北京当局自行设定的6%还要高 美会计事务所RSM首席经济学家 就把他的预测调整至7.2% 而且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过于保守 因为或许全低估了全美即将到来的成长幅度 这可能是20世纪中以来最大的一次 报道指出 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若成长率与中国相近 甚至超越 可说是一大创举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两国最接近的一次要追溯到1999年 网络泡沫化时期 美国经济成长4.8% 中国7.7% 美国上一次成长数字超越中国 更是1976年的事情 3月12日美国联邦法官暂时禁止美国国防部以小米与中共军方有关联为由 迫使美国投资者撤回对这家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持股 1月中旬 在川普政府将小米和其他八家中国公司加入了一份投资禁令名单 该名单要求美国投资者在截止日期前出售他们对小米的持股 这将限制定于下周生效 1月下旬 小米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 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鲁道夫·孔特·雷拉斯12日表示 法庭得出的结论是 美国国防部没有给出小米危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理由 小米发言人随后在一份声明中对法庭裁判表示欢迎 不过小米的危机依然在持续 小米股价在今年1月5日创出35.9港元的历史新高后 其股价持续走低 3月9日触及20.65港元的5个月低位 今年以来以下跌超过三分之一 小米本周还宣布将启动100亿港元股份回购计划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 谈及美国与中共近年的关系恶化 他更直言现在中共政府走上的道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也坦言不愿向中共提供建议 据报道 李显龙坚信现在美中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不大 若是双方为了自身国内局势而有意互相寄出强硬手段 很容易就有僵持不下的情况 李显龙罕见表态 中共现在的政治方针是与全球各国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 中共走上的道路对其自身究竟是否有利 外界都保持忧虑与不确定的态度 且中共近年来的政策让许多西方国家相继炮轰 就他个人的观点来看 这个方向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李显龙还表示 新加坡没办法支持单方面中共或者是美国 对许多国家而言 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无法避免合作共存 据土耳其自由日报13日报道 该国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西利夫里市 破获了一起加密货币诈骗案 抓获了总共119名华人 该报导指出 犯罪嫌疑人在当地租了9栋别墅 设立了一个电话呼叫中心 被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提供所谓的加密货币咨询服务 这18名犯罪嫌疑人包括程序员 网络工程师等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他们向另外101名华人许诺提供工作岗位 后者一旦抵达工作地点 即被收缴护照禁止外出 被迫为18名犯罪嫌疑人工作 报导原因警方表态称 其中两人在夜间逃离了上述建筑 随后报警 警方总共出动了百余民警力执行的此次抓捕任务 警方在抓捕行动中还缴获了大量的现金 712部手机 677枚SIM卡 112台电脑等物资 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中 已经有6人被移交司法机关拘押 移民局也正在着手处理101名华人的非法移民问题 德国13日致电中共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一名工作人员称尚未掌握相关情况 中共极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 但随之出现各种烂尾事件 甚至如武汉红星那样让1000亿人民币打水漂令人触目惊心 有件以此官方正制定计划线缩撒币条件 日经新闻报道 不少中共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 一窝蜂大搞芯片面子工程 最终造成了不少烂尾工程 仅2020年仅百亿以上的芯片烂尾项目就有6个 小规模折腰的项目更是不计情数 中共工信部为此提出更严格的支持条件草案 根据日经获得的草案要求 新上马的芯片项目至少要有一半员工有大学学历 至少一半的员工需从事研发 至少一半的销售额来自自家设计 拥有8项以上专利等制裁权等条件 才能得到政府支持 此草案预计今年就会实施 与之先对的是 被广泛关注的武汉红星千亿骗局的高层管理中 完全没有任何成员 有半导体行业从业经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网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